彼得前书 第一章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泰 加帕多加 亚西亚 必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愿恩惠 平安 多多地加给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摔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 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 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 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 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 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 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是指着什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 这些事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 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 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 就不要效法 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 那放纵私欲的样子 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 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也要圣洁 因为经上记者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你们既称 那不偏待人 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 就当存敬畏的心 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 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 所传留虚妄的行为 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 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 如同无瑕疵 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基督在创世以前 是预先被神知道的 却在这末世 才为你们显现 你们也因着他 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神 你们既因顺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 切实相爱 你们蒙了重生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因为 凡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他的美容 都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唯有主的道 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彼得前书 第二章 所以 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 并假善 嫉妒 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生的婴孩 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主乃活食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 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食 被建造成为灵宫 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 借着耶稣基督 奉献 神所悦纳的灵迹 因为经上说 看哪 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防脚石 安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 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 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 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 以做了防脚的头块石头 又说 做了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半跌 他们这样半跌 也是预定的 唯有你们 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 算不得子民 现在 却做了神的子民 从前 未曾蒙连续 现在 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履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 要尽借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 是与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 毁谤你们 是作恶的 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见察的日子 归荣耀给神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承载 因为神的旨意 原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 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 遮盖恶毒 总要做神的仆人 勿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中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你们做仆人的 凡事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 就是那乖僻的 也要顺服 倘若 人为教良心对得住神 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 有什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 能忍耐 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照 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角踪行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 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彼得前书 第三章 你们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到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 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应看见你们有真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头发 戴金饰 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 正是以此为装饰 顺服自己的丈夫 就如萨拉 听从亚伯拉罕 称她为主 你们若行善 不因恐吓而害怕 便是萨拉的女儿了 你们做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因她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总而言之 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体恤 相爱如弟兄 存慈怜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倒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照 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因为经上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因为主的眼 看顾义人 主的耳 听他们的祈祷 唯有行恶的人 主向他们变脸 你们若是热心行善 有谁害你们呢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吓 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 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 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 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存着无亏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污赖你们 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 自觉羞愧 神的旨意 若是叫你们 因行善受苦 总强如 因行恶受苦 因基督 也曾一次 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 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 他复活了 他借着灵 曾去传道 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就是那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神容忍等待的时候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借着水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 本不在乎 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 有无亏的良心 耶稣已经进入天堂 在神的右边 众天使和有权柄的 并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 彼得前书 第四章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 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你们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 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 度余下的光阴 因为往日 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行邪淫 恶欲 醉酒 荒艳 群饮 并可恶 拜偶像的事 时候 已经够了 他们 在这些事上 见你们 不与他们 同奔那放荡 无度的路 就以为怪 毁谤你们 最要紧的 是彼此切实相爱 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神 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若有讲道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事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事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 全能 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链的试验 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 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 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 因为杀人 偷窃 作恶 好管贤事 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受苦 却不要羞耻 倒要因这名 归荣耀给神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要从神的家 起手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 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一人紧紧得救 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 将有何地可占呢 所以 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 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彼得前书 第五章 我这座长老 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 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 与我同座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 在你们中间 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 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 也不是挟制 所托付你们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样 到了牧掌 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们年幼的 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 也都要以谦卑 束腰 彼此顺服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 扶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你们 勿要谨守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 曾在基督里照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兼顾你们 兼顾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愿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略略地写了这信 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 希拉转交你们 劝勉你们 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 你们勿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 在巴比伦 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 问你们安 我儿子马可 也问你们安 你们要用爱心 彼此亲嘴问安 愿平安 归于你们 烦在基督里的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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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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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